功法2的部分,這個有個is it 4,這什麼意思啊 這一次是4當然,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找到了 找到什麼了,這個追的話就是他第一次是第一名 如果我找到第一名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不要往下找了 所以呢,假設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他就一直往下找,他會找到第一名,找到這裡對不對 那找到34號了,我就把資料放過去了 那理論上呢,因為我要的資料只會有一個啦 第一名只會有一個,不會有第二個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不要往下找了 那假如說我們的程式裡面沒有is it 4的話 他就會繼續找,他會一直判斷嘛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可是如果有多一個is it 4的話 他就會跳出目前的這個回圈喔 會跳到這裡 變成說他找到第一名之後,他就往下找第二名的 那第二名的話呢,一樣的道理 他找到第二名之後,他就不會往下找了 is it 4 ok,有同意說,老師如果不加那個is it 4好像程式跑起來 結果好像是差不多一模一樣 對,沒有錯 因為現在電腦說真的跑太快了 所以讓你感覺喔 因為往下找他的速度 可能有加以日負跟沒有加以日負 相差的時間可能是千萬分之一秒吧 假設萬分之一秒 那對一般來說啦 根本毫無感覺 所以喔 這個怎麼說呢 所以假如說你不加 城市一樣可以照跑 大概是這樣意思啦 但是理論上 還是 就是 以後你的城市裡面 假如你的資料很大 像我們現在只有42個號碼 是比較少 可是如果你加它是420個號碼 或者是440000 或者是40萬的 那當然一定要加一日負 因為會差很多啦 ok,所以順便講一下這個地方 都會蠻細心的 這個有加跟沒加喔 其實差異性 可能還取決於那個資料量 目前來看是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資料多的時候 就會有蠻大的影響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你會發現方法1真的蠻複雜的 外面包一個那個4 這個原來的4 其實我主要是增加黃色的地方 黃色是我改的 那這個4J的意思是說 反正我就產生1到7名 放在這裡 所以它是第一次幫你產生第一名的 找到之後離開換下一個 以此類推 不過 這個因為有雙回圈 對一般人來說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我建議如果可以啦 當然你多多練習嘛 反正程式如果你可以練就到 以後遇到什麼狀況 可以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沒有問題 那當然相對的你就是ok 沒有問題 就是當然就把等於程式都學會了 ok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喔 真的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剛開始當然不可能一下馬上就那麼熟練 所以我是建議還是掌握要 我覺得第一個啦 程式不要寫錯 因為一個錯都不行發生 第二個的話要熟練 ok 所以如果以後你可以做到就是 程式寫得又快 又精確 然後又沒有問題的話 那表示應該相對大 你已經 基本上就是培養這個專長 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希望 把那個樂透語 因為我google查一下 這個剛好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理論上當然還有別的啦 如果你對於其他的什麼什麼 威力彩 還有一堆彩 像這上面也有 也是一樣可以類似的方法 不過前提 需要把資料抓下來 其實那未來你延伸到什麼 AI的機器學習也是一樣 第一個 還是需要一個 所謂的資料集 就是一個table 就是你需要把資料先抓下來 所以不管是人工智慧也好 或者是說Excel應用 其實它還是要爬資料 那怎麼樣爬資料比較快 以這個案例來看 基本上如果它是一個表格 那我們基本上都可以拿這個所謂的querytable query的話是查詢的意思 查詢table的話是表格 也就是說網頁上的表格 我幫你把它查出來 但是你必須要告訴我幾個訊息 第一個UIL 這個UIL其實就是這個網址 你必須告訴我網址在哪裡 所以我們第一個你們可以找到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的這個大樂透例子資料下載 在第二頁的地方 請你把這一段程式先複製一下好了 程式碼叫大樂透下載這個 那我先demo一下 就是說我們假如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我希望先把第一頁的資料先call下來 那我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新的模組好了 我是module2 本來是module1 那我另外再開一個module2 這個就是拿來做什麼大樂透資料下載 那貼上你會發現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 哪一個 UIL的封號後面的這一段 這個網址等於new 有沒有 這怎麼來的 其實本來是這樣 就是封號後面其實沒有東西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把那個 你以後假設你要某個網頁的資料 你就把這個網頁 記得喔 indage page等於1好了 特別就是你就點一下這個1的地方 上面就是index page等於1 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呢貼到UIL這上面 那以後如果你假設要抓別的網頁的資料 也是類似的方法 接下來的話呢放哪裡 放在destination 這邊就是放在range A1 所以它會放在A1 向右下延伸 那web formatting 就是要不要把格式帶過來 不要就是none ok 那web tables等於5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你的網頁裡面 也就這個網頁裡面 這個表格是排在第幾個 那我怎麼知道是第幾個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按滑鼠右鍵 也就是選日 按右鍵檢查 檢查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有一個神奇地方 因為網頁其實就是HTML 原始碼 那你會發現 表格的標籤一定是 小於開頭 然後後面加一個table 反正後面還有別的標籤 別的屬性 這個這樣子不用管 那你會發現這是在第幾個 上面還有其他的table 那基本上這個表格 在這個網頁是第五個 所以如果按另外假設說 你不知道第幾個的話 有一個方法 我教各位喔 按右鍵檢查之後 你可以再寄一個快速鍵 叫尋找 尋找的話 一般我是寄快速鍵 Ctrl F 如果你按下Ctrl F之後的話 下方這邊就會出現 有一個讓你去找 那個什麼啦 標籤的一個文字輸入方塊 然後你就輸入什麼 小於打一個table table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打一個小於table的話 他就幫你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table找出來 總共7個 那我怎麼知道我排在第幾個 教各位一個一招喔 這一招還蠻重要 以後的話你可以搭配那個 就是爬蟲來用喔 那你可以向上向下 那比如說我向下 這邊變2 它會告訴你這一塊 是第二個table 這個是第三個table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閃一下 這一塊 第四個table 上面這一塊 第五個table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五個table 剛好就是我們資料所在的位置 所以呢 我已經知道這個區塊是第五了 所以我把這個5的數字 填到那個web table 就ok了 所以這一招很重要喔 Ctrl F 然後輸入什麼 小於table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搭配那個credit 來用 這還蠻ok的 好那我就把那個web table 就等於5 所以以後喔 如果那個table 你的那個要抓的網頁資料 假如換一個 你就Ctrl F 找一下 Refresh就是 真的要把它抓下來 在背後幫你把資料抓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看會不會ok 如果執行 有資料 抓下來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完成第一個部分了 它會幫我把第一個 表格給抓下來 第一頁的表格 可是問題還有別的怎麼辦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必須什麼 跑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的話 就是什麼 把這個indage page等於1 有沒有 改成i 所以喔 底下的話 我們第二步的話 就是 再找到那個 大樂透歷史資料這邊 把它改成p次 ok 就這一段 那改的方法喔 其實也可以直接拿這些來改 把這一段sab 複製好了 複製貼過來 然後這邊加一個p次 那你就把什麼呢 主要是把這個 i的部分 把1e改成i就對了 那怎麼改 首先的話呢 我們 要抓的話 就是 外面包一個回圈 一樣是什麼 for i 等於 1 到 63 Enter兩下 打一個s 再來的話呢 把這一段程式 拉到這個中間 width到endwidth 然後按個tape 鍵 並且呢 把這個 1的部分 改成i 算好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 那做法就跟前面 我們那個 把i這個變數 放到公式裡面的方法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現在已經把 每一頁抓下的方式 通通 就改寫完畢 其實就跑一個for回圈 它就會先抓第一頁 再抓第二頁 再抓第三頁 可是喔 我這個先把它再開個新功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要把它run 它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都是放A1 所以呢 如果你放第一個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幫它跑 它跑第一個 假設第一頁 再來就第二頁 所以for i 這個i的值就變2 就第二頁了 但是因為呢 一樣是放在什麼 range A1 所以它會怎麼做 要不就蓋過去 不過後來我發現 它沒有蓋過去 它會怎麼做 它會把那個資料怎麼樣 把它 就是新的放A1 舊的就往右移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讓它全部跑的話 它會變成說什麼 全部的資料都下來了 但是變成說 第63頁就是在A1 然後呢 62頁全部下來了 好像蠻快的喔 就是等於是這個是63頁 這個的話62頁 這個的話 61頁 那一直可以推啦 所以一直往 往右邊的話 它就是 一直 資料的話 就會一直 第一頁的話 應該是在最右邊 那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讓它可以向下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第二個部分要改什麼 改這個1 那我要怎麼改1 可以讓它第一次 放的時候是放在A1 有沒有 那之後的話呢 就向下 向下追蹤 然後呢 加1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要讓A1 這個1 改 這怎麼改 比較OK 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判斷 如果 if 假如這個裡面是空的 空的就是range 這個 這個叫A1 所以 用range好了 range A1裡面如果等於是空的 然後 else 反之的話 end if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邏輯先寫好 如果呢 假如A1裡面 是空的 就是 你等於完全沒有下載過任何東西的話 那我就產生一個變數叫r r等於1 意思是從A1開始 放資料 那反之的話呢 我這個r呢 如果他已經有放東西了 那我就向下追蹤 怎麼追蹤呢 前面有寫過 那我就從rangeA1 幫我向下追蹤喔 追蹤就前面寫過 點end 這個很重要 錢瓜糊 向下嘛 xldown 告訴我 他如果有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到底是哪一列 那我要放的位置應該是他的下一列 所以加1 好 寫完了 這個地方記得喔 我把它寫在for回圈的下面 然後呢 以後呢 如果第一次下載資料的話 那我就放在A1嘛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喔 把1的位置 delete掉 在他的右邊加一個什麼 空一個 andr 這個andr跟 剛剛我做的動作是一樣的喔 andr 意思是說 我之後的就是讓我向下追蹤 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次抓的話 他就是放在哪裡 有沒有 因為呢 他第一次抓裡面沒有 所以放在這裡 因為裡面沒有嘛 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他是false 剛剛是true 所以跑這裡 那再來的話 第二頁 有沒有 因為這個邏輯等於false 因為這裡面 已經有放資料囉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L10就執行到這裡 讓他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是多少 91喔 所以是control向下 有沒有 91 然後呢 加1的意思是說 放在92啦 ok 所以R等於92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再去抓第二頁的資料 然後並且放在哪裡 destination這邊的話 就是92 所以A92 幫我放在92的位置喔 ok 所以第二頁的話呢 也就下載下來 好 那我們基本上就完成 再來就全部跑完 讓他全部跑完 我這中段點把它拿掉 ok 全部跑完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1頁 2頁 3頁 4頁 5頁 6頁 一直幫我 全部就下來了 所以呢 ctr向下 總共到5727 就全部下 但是問題來了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可能要解決的 包含哪一些 你會發現喔 日息好像怪怪的 他被拆成 這個三個部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把這三個合併在一起 然後把這兩列刪掉 這可能第一個問題吧 看得到了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這個六個號碼 不能要放在一起 應該把它切割開來 不然的話 你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沒辦法 所以什麼 有沒有辦法用那個 豆點喔 自動分割 把它分成另外 六個儲存格 這個可能需要 另外還有什麼 日期 這邊有欄位名稱 可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第二頁的部分 這邊又有一個日期 第二頁 也就是每一頁 都會多出來 這些部分的東西 所以這些都 需要把它逐一 把它去掉 可是其實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 沒那麼多 所以後面的話 其實我已經把 可能該做的事情 比如說第一個 刪除重複的日期列 然後把日期三個變成一個 然後刪除不需要列 因為底下那兩個列不要 然後增加重複的號碼 把它剖開來 並且刪除多餘的 OK 然後就完成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好了 剛剛講的這部分 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大樂透的下載 第二個的話 把它改成P次的 For i等於1到63 做一個邏輯判斷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 好 請各位試試看 好